其实呢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啊 这头晃动是比现在黄很多的 为什么 在这种车我是会时时刻刻的看左边这个你看像这个车 看右边这个车 就是一直都会左右晃脑的 像我左手边这个车宝马 他开在我的是他开在我的盲眼区里你说你说他灯不灯啊 给他10秒钟时间过不去那他就是个灯喝 那像遇到一种灯喝的人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像这种车这么多的时候你小车你像他如果说是有前面也车一大堆我不说的什么 他前面那边就是 很畅通的吗 因为现在线索巴士我开的8182所以说他也不想加速不想减速 那就是把自己放生于死地 你知道吗 放生于死地你真以为自己死地可以后生啊 对吧没有那么多事的所以说就要大家就尽量避免 像前面这个宝马X3这个司机这样开啊 作为专业司机的我呢我得你这种 离这种车的远点 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得不去追悠导开呢 因为卡车吗我站中道是好一点如果说一直站右道呢 有可能那边的车流呢车流呢因为像这种车一会会入一会会出一会会入的时候呢 对我来说呢反而是 反而是稍微有点不安全 这时候我现在空档 还记不记得 三四 是几档 五档 对呀 现在30公里那一罐 Lola 但我露什么油门你要混到1200转吗 但是今天在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挂档的时候啊 轰油门挂档不要轰完油门再去挂档 一边轰一边往上挂 那看到我们GPS没有他说让我站左边两条道 但是因为这就这地方的是Construction 所以你就不要听他的了 你就我们去哪就是去8号向西 不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他们在学习的 富贵 你看让我尽量让右拐左腕尽量让右轮右前方的轮子贴这边的线 这样你那个后轮就不会你吹了这后轮就不会压线 因为现在我已经减少了左右两边的关后镜的 看着次数啊 因为这样的话如果转来转去呢真的就会太晃 所以说现在我的频率的是我频率的 是我之前看镜子频率的一半 一半还不到吧 偶尔给大家看一下关后镜里有 留意一下这关后镜的人物就可以 当遇到新修路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看到啊 知道吧导航是不晚的 所以说你要一直看 看这个牌子没有好我们要去 Glenn Martial West 2 2L number 所以说我们要斜着走 意思要有路口我们就要出去了 现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路 你看 我的GPS如果是你跟着GPS往那边走那就不对了 所以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呢到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呢 到一旦遇到Construction的时候 一定要看指示牌 你要去 你要去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去Number 去8号路向西去 你又看那个牌子8号路向西去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那能说兜两圈了 但如果你要开卡车呢有可能就不好兜了吗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设计路线的问题了 我是导航特意给大家打开一下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是去Prinston我会意 我现在我们从Cowbray一直开到Prinston 现在我又挂了空档换全部都换的是喽 现在准备进五档 那进五档的时候你看这不是一推推不上去吧你给你现在交接推推不上去吗 也推不上去是吧 是不是很难了现在 这样就上去了 所以是有时候就是那刚才因为什么那个 就速度就差那一点 所以说这 他不需要那个红油门了那个速度是带速是七版转的时候呢 就说是不需要红油门 如果这时候你看 如果那这时候换我们换过来我们再去把它占成空的 这是我速度不是30吗还是换五楼吗五楼的时候呢就 一红油门就上去了 大家多练习吧 那 那这叫做 Zip 就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 那 看我们这个小镜子里面那个人呢他就让我们了 其实他让不让都可以啊 不过他有时候的 你看我也没有压他没有 等他完全让过来 还好吧 因为开卡车如果他不让你就这样再让一辆 如果他还不 如果后面那还不让你你就再让一辆 让到 有人让你 但开大车通常 很少有人会不让你啊 他们因为他们挤不过呀 这么大的身躯 就怕你去变另外一个卡车 两个卡车变 就跟两个小车变一样 没必要 我不知道他这个车走不走 先不管他因为我看看手里拿着手机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就不管他往前走 如果是当他不拿手机的话呢 我就会 怎么样呢 停下车让他走 试一下他 看他什么 因为就是有眼神交流 你可以做了 没有眼神交流 所以说呢 有时候国内有些那个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呢 他们把那挡风玻璃啊 把那挡风玻璃都弄得漆黑一片 真的很不易于交流 不过呢咱们中国怎么说那样也对 如果一旦交流了估计那样发了 车货数量或许少了 但是形式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谁都看谁不顺眼来下来 打一架吧 谁都看谁不顺眼 好了导航不管他了 Email也不管他了 饮料喝完了 我们的水烫不烫 不烫 喝口热水 我高了一点 我已经已经放到最低了 我还有一个水烫 我现在看到了 尽量的水烫不烫 我傻你 我闹了 不烫 是 卡过红绿的啊怎么卡看看啊 好准备加速 说都说完了 这时候小心这边的车会并过来如果他并过来的话呢你轻轻点点刹车 如果你轻轻点刹车没有用那就撞他你不要往那边去 200米之后呢 倒就没有了 嗯 我会怎么做吗 人说哇你来那边的镜子都不要看了 干嘛看了镜子开坦克就是一个小口啊 在说了我们前面还有个小镜子可以看 但如果我们病倒的时候咱把这拉开了 对吧 现在外面的时速是60我开了70 我只是跟的有点跟那个traffic吧 但平均速度还是60左右 刚才快一点开到70 马上这段线速度就会变成100了 前面是红灯吗 对前面是红灯 开启enjin break 在这里开启enjin break 提前停住 enjin break关闭掉 踩离河摘倒 这个时候呢只有五楼最合适 看他走不走 等五楼往上一推就可以了 换5嗨 换6的 换6嗨 换7的 7嗨 保持速度 前面的车不会转 旁边的车也不会转 我们有拥有路权 可以先走 太害大家痒了 sorry 太阳光 没有了 我们可以把人拉到后面去把窗户稍微往下摇一条偷偷气 我们今天预计呢还要开五个小时 这时候呢就要过了你不要踩啥车了 知道吧 因为是安全的吗 我们可防上一个小时鱼 我们可防上两年底下 我们是不够的 每个小时鱼的小时鱼 我们不够的线角 不够的 我们被散佛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素八十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们就可以预判了 你说红绿灯多长时间变 刚说完就变成绿灯呢 那我们后门一辆车没有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了 剩下的路就全部是高速了 开高速很无聊的 就让这无聊的事情让我来一个人来享受吧 谢谢大家陪我一起 限速已经定到100公里每小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